話說風暴帶來雪 下完雪後想去森林看看 去看看 早上就煲了咖啡 下午就出去逛逛 風味完全完結 結果吹到凍到變成雪條 一出街發現 不止冷 還要煽到飛起 怎麼走呢 就詳細看另一條片 一行四個人 竟然陪我傻 出去逛逛 下船出來逛逛 哥爾夫球就是一條白色 那些樓梯都開始滑 那現在其實都還在打風 哈哈哈哈 風叫Aaron 對了 那台灣就帶來風雪 哇但是多漂亮 那到底風雨過後 是不是必定有美好的陽光呢 哈哈哈哈 不一定的 但是這次是有的 哇哇 青蔥的哥爾夫球場 已經變成了白色的世界了 哇 突然間另一個景致 香港春夏秋冬 那個景致不會差很遠的 最多葉變黃而已 或者 哇 紅葉一年只有幾天 哇 這裡完全不同顏色 整個感覺都不同 那麼 白色一片 非常浪漫 那可以守脈為運動 冒著手指凍薑 才能拍到這些照片 所以畫得不太好 見靈 你也好 建議擁防水 不太好 透露 進去這一裏 也是樹林中間 所以湖面非常之平靜 完全跟外面是一個平衡時空一樣 加上美麗的天色 完全跟外面打風冷到癡肺是兩個世界 誰知一出來就會再大風過 真的打風 推斷了這裡 新鮮 新鮮滾熱 看看斷口 看看斷口齊不齊 嘩 多粗 健康 這棵沒有蟲豬 還說沒什麼風 這棵沒有蟲豬 看到塔樹當然不敢哭到 打到會府 有吹吹水 打風的時候 加上陽光低角度很冷 如果有人在香港走山路也會知道 其實只是溫度低也不太辛苦 大風更慘 可以吹到人頭痛 帶走很多體溫 Wing chill其實很厲害 溫度當日好像零下兩三度 但我看温度可能零下十度也不一定 因為風吹到脫頭 只要脫頭 會脫頭 好 昨天應該會先插隊 剛剛出完深秋 就出了這條 給大家一個對比 連續兩天出 應該是那星期二 這星期三出 好 就是這樣 初嘗這個落雪的景色 好 剛剛聽到訂閱 有緣見到打開招呼 有問題留言交流分享 今集是這麼多 短短的 拜拜